亲爱的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黄金100秒的主题挑战 金花山 这儿有您的快递 需要您签收一下 不是这怎么回事导演 我主持主持 怎么快递员都上来了 这儿 有快递是吗 对 行行行 用签收吗 需要 这个是道夫 您怎么签收 我的手机也没带 你到底也等我一会 行不行 好 道夫 你就看这礼盒这么大 它能便宜得了吗 怎么还动了呢 朋友们 我刚才看着里边 这个礼物 它能动 我刚才看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演演节目还出了一个 这个会柔树的大姑娘 莫非你就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是吗 我胆小你别这么吓唬我呀 大家好 我是柔树敏而杨丽敏 来自于内蒙古今年18岁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第四朵金花杨丽敏 开场这应该叫柔树表演对不对 对柔树 好 现场的朋友觉得精不精彩 三 二 一 请投票 我的天啊 一百分满票 代表着你的刚才这段表演 真的是征服了现场的黄金观众 谢谢 谢谢 练柔树多少年了 我是从五岁学习舞蹈 八岁学习柔树 已经有十四年了 五岁最开始学的是舞蹈对不对 后来怎么就改成柔树了 因为我们当时学舞蹈的时候 舞蹈老师跟我说 我的柔人性比同龄的孩子更好 所以建议我去学习杂技柔树 这算是天赋对吧 对 可能是 老师说你光跳舞有点可惜了 你应该更进一步去练柔树 辛苦不辛苦啊 练柔树当然很辛苦 因为我擅长柔树 所以我最难练的就是力量 还有体能的一些方面 例如倒立还有翻跟头 因为我们练柔树的都会特别软 浑身会有点没有力气 所以我们普通观众的理解 有时候是有误区的 认为柔树柔树只是柔 这是不对的 对吗 我们是缸中带柔 柔中带缸 是利与美的这样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 对 没错 你能不能做三个 你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柔树的动作 我可以教大家一些 教就算了吧 教我们能学会吗 教 先来几个简单的动作 看看我们观众 有没有人可能做到 好吗 好 那我先来一个热身 这瑜伽动作 就是你可以往后到什么程度 胳膊 看 看一下啊 反正能拍掌 然后呢 增加难度 下一个 这个经常锻炼的这个 这个可以做到的话 然后大家可以把手往膝盖后面放 这样 可以 这个也很标准 再升级一点点了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的难度升级一点 来吧 你拍一个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后面肉有点酷 没事 很厉害了 很厉害了 腿呢 腿比较难 大家要注意安全 这 打开 嗯 可以 哎呦 走了 慢点 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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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可以 分烟的 哎 可以 可以 哎 这个可以 也还可以了 这个厉害 但是它是那种很轻松的 很软的就上去了 所以这和舞蹈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我们小时候学舞蹈老师会讲 就是如果天生硬的孩子 练出来的基本功 是爆发力和核心特别好的 但如果天生软的孩子 就是老师会练他的力量特别难练 因为他不需要费劲 就可以达到所有的难点 但是他就立不住 就是他要做一些技巧 转啊什么 你的中段就立不住 是这样吗 谢谢大家 我们感受一下 更会感觉到我身边的这朵金花 它的这个天赋的与众不同 对于你来讲 要练多久你才觉得这个力量够了吗 要练十年以上 每天都要日复一日地去倒立 去练手臂的力量 那在整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家人是什么态度呢 他们支持你学柔书吗 家里面最支持我的是我爸 他一直特别鼓励我 然后也特别严厉地看着我 爸爸说做这个特别难 特别苦 然后不要轻易放弃 也就是说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比较痛苦的一面 爸爸是有看到过的 是吗 对 是这样啊 就是特别是女孩子 如果爸爸在身边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就 就有点那个撒娇也好 还是怎么样 我有点累 我有点辛苦 爸爸我不想练了 你小时候有这样的过程吗 当然有啊 因为这个真的很难坚持 然后我爸爸就跟我说 如果你做这一行做不好的话 那你转到其他行业也不会好的 就不要轻易放弃 所以我坚持下来了 所以你这一坚持就 今天也站上了黄金舞台了 对吗 对 是的 希望把你最好的一面 最辉煌的一面 都留在我们的舞台上 好不好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黄金100秒央视频号 点击央友轩 在这里可以报名 发展 参与实施互动 有机会来现场参加挑战 赶紧扫码加入吧 黄金舞台100秒造计时开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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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太震撼了 视觉冲击力太强了 这个骨骼惊奇 天赋异禀 太神奇了 柔术与力量之美的视觉呈现 还有人说说看的是目瞪口呆啊 太厉害了 挑战了人类身体的极限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看 杨立敏的最终成绩 毫不夸张 我们这个黄金宝箱 你肯定能钻进去 打开它 我们看看里面是什么 挑战成功 看到了没有 总票数100秒的挑战 现场挑战给你的分数是100分 加上额外的5分的加分 你总票数是105分满分 这是我们所有人对你的一种 祝福 当然就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一无止境 也希望在未来 如果还能有机会 给我们带来表演的话 我们希望看到更精彩的表现 好不好 世界的东西发光 加油